在不断苦练以及维持专注 忍静稳定的精神和心绪下 明德国中射击队 在112年全国协会杯射击锦标赛 国男组10公尺空气手枪个人赛中 由黄映儒拿下冠军团体赛第4名 以及国女组10公尺空气手枪 个人赛第4名团体赛 也是第4名的好成绩 为基东市争光 杰出校友也是基东市议员张耿辉 特地邀请市长谢国良 基东市七堵区体育会理事长李永亮 一起到学校制赠红包 感谢也鼓励这群得奖的选手和教练 董会议员是各位的学长 他也长期关心我们的射击运动 所以他也希望我在射击相关的赛事 竞赛运动方面能够做更多的规划 我觉得明德国中已经有很好的基础 各位同学就是明德国中最大的资产 那我们应该在各位同学的专业之上 大家一起努力把明德国中变成一个 射击方面的一个专家的学校 那我们也会在议员的欢心之下 继续建制更多的设备 跟主战更多的活动跟比赛 再次的恭喜各位同学 祝你们未来 不管是在射击 在学业在生活 我能够越来越顺利能量 谢谢大家 谢谢 我站在我一个设计职位当项的主任委员立场 还是民意代表 还是教育召集人的立场 我马上跟明校那个谢市长通报 市长非常重视我们的体育尤其在体育方面 所以他下午很多的行程特别波动 拖时间来跟大家共鸣 那我也希望各位在这段时间 经过教练的一些教导下 都有充分的一些表现优异的成绩 也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然后加上来有机会进入奥运来为国争框 除了卫视争框的话 你们还要为国争框 然后记住我们市长上任以后 也非常重视我们这个体育方面 在得奖同学们指导下 市议员张耿辉也在现场练习 试射10公尺空气手枪 成绩不错 还获得小小学妹们的掌声鼓励 包括基隆市政府教育处 体育保健科长徐燕丽 明德国中校长徐仁斌 以及基隆商工校长洪光贤 也都在场陪同 为涉及队同学们加油打气 勉励大家再接再厉 叫阿北一娘 记者吴俊松吉隆报导 谢谢